一年一度的中原季昨天深夜进行放水灯仪式 数千位民众参加水灯游行 从基隆市区步行到八斗子渔港放水灯 不过祭拜仪式的时候发生了小插曲 中心会的水灯还没放就先起火 现场民众只能大喊越烧越发来化解尴尬场面 深夜时刻一到众人同心协力 将一层楼高的水灯抬到八斗子的港边 准备进行放水灯仪式 点燃巨无霸的水灯众人在一旁护住 让水灯稳稳的飘向外海 一盏一盏代表各个中心的水灯也陆续点燃 不仅照亮整个八斗子的海面 整排的水灯唱面相当壮观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原季重头戏放水灯 14号深夜在八斗子望海向登场 不过在祭拜仪式时发生小插曲 卸信中心会的水灯头不胜期货 民众只好提早喊越熟越发化解尴尬 新城那种感觉不会说影响到他们卸信怎样 今年的水灯头的话 祖福姓我们用张琴卸豆车 唐山过台湾 还有天空四五 然后族群融合 透过庄严敬重的仪式 祈求风调雨盛国泰民安 根据当地传说 水灯烧得越旺飘得越远 引渡的孤魂越多 子孙也越兴旺 因此今年也吸引数千位民众聚集到海边 希望透过放水灯 祈求未来一年能平平安安 接着蔡志恒介绍报道